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潘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翻身浓炉把歌唱》 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回了几十年前的西藏 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 要讲的故事就和那个年代的西藏有关 这本书就是《雪玉长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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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纷地哭着恳求赵邦玲救救孩子 哪里还要等到乡亲们的恳求呢 看着这可怜的受伤的孩子 赵邦玲心急如焚 立即带着强把取吉父子直奔医院 可是没想到医生给出的答案让瀑布的父亲几乎陷入了绝望 大夫说孩子的伤势太过严重 只有送到拉萨解放军总医院才有一线希望 可是去拉萨的路太远了又没有车 即便是骑马也要一天多的时间 孩子的病这么重 恐怕是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啊 赵邦玲继续追问 究竟还有没有近一点的路 医生指着窗外远处的雪山说 翻过这座雪山啊 就可以到拉萨 只要四个小时 但这条路真的很难走 而且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晚上要翻越这座大雪山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去也得等到第二天 赵邦玲没有犹豫 她决定冒险一搏 只身一人骑马上山去探路 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22岁的小姑娘做出的决定 或者这就是军人不轻言放弃 哪怕再难也要试一试 可是哪有路啊 山路崎岖险峻 一侧是笔直的石崖 一侧是阴森的深渊 夜色更深 寒风愈加梦烈 整个山巒笼罩黑暗之中 登上一座山岭 放眼望去 根本没有路 只有连绵起伏 望不到尽头的山巒 好 这儿没有路 再换一个方向 赵邦玲掉转马头 奔向另一座山岭 就这样反反复复探路中 他从马上不知道摔下来多少回 甚至有几次 他几乎跌下悬崖 马 累得原地大转 不肯再走了 没有办法的赵邦玲 只好徒步返回 但是我再看看 对方就这样 对方的方向 这只好 少了 不过 你一定会没有 脚不断 撈少了 它从里面 也不小 这儿 但是 它不是 那一座山岭 你们 都悬 还真的 你 明天 你 这 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常说总有一天还会回去 2000年春天 赵邦玲从上海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西藏 费尽周折终于寻找到了他当年救助过的瀑布 正当下我要看看这个瀑布的家 看看这同样漂亮的两层头发的时候 一转身一个中年汉子狂奔地过来 张开有力的双胶一下将我抱了起来 我想好像找回了我失去了多年的孩子 瀑布用额头平平地 深紧地碰着我的额头 他的爱人坐下来 他说瀑布了 父母亲早就过世了 他很久就说他还有一个妈妈 就是阿玛苏金 他也翻过了很多条河 就是到拉萨去 去找你 但是没有这样的 也许我想这可能是我和瀑布最后一次聚会 也可能是我一生当中和瀑布的最后的诀别 我眼泪耍耍耍耍耍耍的 瀑布也满海眼泪的 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 用背使劲地顶着那个打开的车门 甚至把那个车门关上 瀑布紧紧地拿着那个 关上车门的把手 使劲跟着骑车车往前跑 一边跑一边哭喊着 阿玛苏吉拉 亲爱的阿玛 你一定要好好地保重 我们会见面的 我们一定会见面的 如果精神不是不行 再来一次 你听见吗 再来一次我也回来看 我再也控制不住了 眼泪哗 流出来 哭出来生 在2015年度中国好书的颁奖盛典上 我问赵邦凌 补 rope 亦能赶紧地上 是 几个人 我问赵邦 如果这样 再来一次 我们赵邦 不知道 我们也快要 炸过去 那个 我不敢 使 我 不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